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红豆七夕节 情动中国 其实有一首歌也叫红豆 王菲唱的 王菲唱的 你会吗 有时候 有时候 我会相信一切不回头 将军里边 都有时候 没有什么难用 存在不朽 是这样吗 挺好 挺好 中国人其实想象力 我觉得蛮丰富的 我们说到红豆 从既相思到最后代表男女之情 所以红豆大概是一种标志符 而七夕节 这个节在2005年的时候 中国政府已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提出了申请 把这个节作为 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 提出了一个申请 所以我想 一个企业也好 还是我们自己也好 有一些传统的文化传承 还是要给它接得住的 今天我们这个专场 红豆七夕节 我们就来讨论一下 牛郎和织女是怎么 一年就一天 他们还能在一起 为什么到了现在 我们通讯那么的发达 可以微信 可以视频 可以电话 一旦有了距离 我们的情感却出了问题 那我们来看看 今天的第一对嘉宾朋友 了解一下他们的背景 来 我们是在上学的时候认识的 那时候感觉他挺老实的 也比较踏实 所以就在一起了 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 感觉他挺小女生的 挺依赖我的 我挺喜欢照顾他的那种感觉 毕业后他选择去了外地 当时挺舍不得的 但是为了我们以后的发展 所以就让他去了 当我在外面打工的时候 一个人非常辛苦 非常累 刚开始的时候 他还非常支持我 但是现在他有事 没着口吵架 真的很烦 不是我要跟他吵架 是他现在真的变了 他每天都在朋友圈 发一些暧昧的信息 我不知道是在跟我说 还是在跟别的女人说 我真的不知道他现在在想什么 大学的同学 因为毕业 有了工作 异地了 情感出问题了 该怎么办呢 掌声请出这一对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范 24岁来自河北 人事管理 女嘉宾小于 23岁来自河北 是一名职员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他室友带着他 我室友带着我 一块出去玩认识的 现在分歧很大 是吧 我就是感觉他现在变了 你说过当时的幸福吧 这么短时间都不变吗 他现在变了 就是和以前不一样了 我们以前的时候 会发很多信息 他现在我给他发信息 基本上就不怎么回 而且打电话的时候 我就会听到那边 总会有女孩子 会跟他说 亲爱的帮我做做那个 亲爱的帮我做做那个 然后就是还会在 还在 以前你的事 还会在微信里边 发一些暧昧的动态 最让我生气的就是 他把我屏蔽了 把你屏蔽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都是 我发表 普通一个朋友圈 你都想着想那 挥着挥着 以为我外面又有人 又有人了 我就不想让你这么误会 你知道吗 那不是误会 明明就是你有问题 你说你一头 扎进女人堆里 我能不多想吗 人事部门女生多是吧 有一天我是给他打电话 那会儿都大半夜了 是一个女生接到的 那不跟姐姐倾入了吗 是一个女生接到 而且那个女生 直接就航到我的名字 几点钟 快十一点了 十一点 那次不是跟你解释 清楚了吗 你跟我们解释解释 那次真是 你的手机在一个女人手上 你说我能相信吗 说说意外吧 就是那个手机 拉到单位了吗 然后呢 然后我从事接的 他是这么说的 你就是那个范范的女朋友吧 我平常我都不含着叫范范 你说那会儿啊 你说他在加班 我相信吗 人事部有那么忙吗 根据我的了解 你手机是不会离开自己的 那不能有个疏忽啊 疏忽啊 谁会相信啊 我信 这多正常啊 这还有什么 后来就是因为挺担心的 然后我就是到了他公司去找他 我那会儿本来就已经挺累的了 这不是纯瞎闹吗 我没有瞎闹好不好 哪有你这么玩的 你知道吗 你知道我是坐了 我是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 还是硬坐 然后就去找你 那你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你这不是 我怎么在自讨苦吃啊 明明我是去找自己的男朋友 去看看 我想他 我爱他才会这样做呀 我在公司外面还等了半个小时呢 然后他那你说 我让他丢脸了 等等 他在你公司外面等了半个小时 没给你丢人啊 你怎么觉得丢人了呢 当公司闹的公司都知道了 我那几个同事都知道了 他不是说没闹吗 闹了 你闹了吗 没有闹 咱们不说闹不闹的 你说做什么了 做什么事 我就跟他们前来说 我要找他 然后可能当时他在开会什么的 然后你不就等了半小时吗 是这意思吗 对 那没闹啊 很正常啊 当女同事什么都知道了 不是 你女朋友来看你 他知道有什么了不起 人没闹啊 好 这件事翻篇 来说朋友圈 朋友圈 他是把我屏蔽了之后 总在朋友圈发现 暧昧的那个 什么暧昧不暧昧 还暧昧我不能防我老婆吗 不是说 哎呀 我好 就是好 那个无聊 然后心情很防 谁来陪我喝酒 聊聊天 姐姐梦 啊 那这样子 少 alguna 什么 说 你 你 我 有点 香 说 所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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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问题的是 很亲密的呼唤 屏蔽了 朋友圈的状态 而且 貌似女孩很正常的到你公司去找你 但你是非常的烦 说的是闹 其实她没有闹 只不过是你的心烦而已 从上胎开始 你就是一脑门子的官司 而女孩呢 满脸的怨气 我相信好多的问题 刚才对话当中并没有体现出来 但实质 已经发生了很多的本质性的事情 我能感觉 短短的时间 我能感觉女孩非常强势 甭管是出于自己背景的优越 还是父母条件的好 总之在你们前妻的揭晓当中 她一定是强势地位 是这样的男孩 是 原先的被迫被管制 到了一个机会点的逃离 到现在基本上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 所以说该爆发的事情总会爆发出来 女孩你今天来是要一个答案对吗 对 答案我觉得 我已经能感受到 只不过男孩一直不说而已 直接告诉这个女孩 你不爱她了 何不挑明 这么吵闹的 谁都不舒服 小范 我不觉得你完全不爱她了 但我觉得你更爱 你的面子跟尊严 她出现在你的办公室 你觉得很丢脸对吧 我认为你现在的怒气 跟你的厌烦 很多不是来自你不爱了 而是来自你的男性尊严受伤了 你是不是觉得 她的父母要替你安排工作 或她替你买这买那的 给你一些礼物 这件事情 你身为男人 接受的有一点不开心 所以你想证明你自己 不靠她的父母不靠她 也能闯出一片天 对吗 对 好 所以我认为 你把对他们的家境 比你好 对她的父母想安排你的 未来的这股男子汉的气 转嫁 转嫁到她身上了 你有些不耐烦 并不只来自她的公主病 或来自于她怀疑你 你有一些不耐烦 其实加上了你男性尊严受伤之后的那种 不开心 我现在要你想一想的问题是 面子诚可贵 但爱 对你来说 还有没有更重要呢 我想问女孩的是 你不喜欢现在的她 你要她像以前那样 对 我要问你一件事 如果她就不可能像以前那样 你就不爱她了是吗 其实我也没有要求很多 我只是 要求她成婚定型 送茶送饭 不 徐寒问暖 我要求她至少有关心吧 好 那我想告诉你一件事 你要问问自己 我爱的是这个人呢 还是她对我的好 我之所以这样问你 是因为同样一句话 我也被别人问过 我曾经被我一个男朋友 甩得很惨的 她当时对我好到 连我们家的 从人到狗她都爱 爱屋即屋到一个 无以复加令人法指的地步 她甩我的那一天 她只跟我讲一件事 她说 靠奶昕 你根本不爱我 你只爱我对你的好 这句话我记到现在 我也问自己 我是不是真的这样 所以我今天不是开玩笑问你的 我是很认真的问你 如果这个男人 在她事业很忙的时候 在她要充事业的时候 她就没有办法 像以前一样 对你那么好了 她就没办法一天打一个电话 你还要她吗 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你就需要改变跟成长 因为没有人是不变的 环境在变 距离在变 你们要长大 男人希望照顾你 但他有时候也希望你是支持他 体贴他的力量 我衷心的期望 在这个舞台上诞生的结果 是出于爱 而不是愤怒 你们待会的决定 请对自己也对对方负责 所有的异力量都包含了 离别 相思 和团聚 好像你们三个步骤都没有 离别的时候是男生自己偷偷地 递了简历 相思变成了更多的不信任和吵闹 团聚也变得遥遥无期 所以你们这哪叫什么异地恋 当男生说到女生在坐了十几个火车 来到公司门口等待了他几个小时之后 脸上那种厌恶的表情 让我感觉很心寒 我想任何一个人在恋爱当中 对方坐十几个小时来到你的公司门口 那都是一种惊喜 都是一种思念过后的一种慰藉 但是他没有 他极为讨厌极为厌恶地说 你干嘛还要来烦我 而没有考虑到 这十几个小时的火车的奔波 在他脸上所表现出的疲惫 没有 女生要的不过是一种形式 她说不出要说多少个字 她说不出要什么样的口气 她也说不出对方要怎么做 她才能够满意 总而言之 你像原来一样把我捧在掌心就可以 但是其实异地恋女性 心疼呢 我一点都看不到 我想问一下男生 他当初说让你留在本地 说父母给你找了工作 这事是他跟你说的 还是他父母跟你说的 他父母没有跟你说 对吗 那你为什么对他的父母 貌似有那么大的怨气 如果他的父母 非常愚直气使地跟你说小贼 我女儿看上你是你的福气 我现在也给你找了工作 你要爱他你就给我留下来 我觉得这样的口气 是会伤害你的自尊的 但是他父母并没有说什么 而只是他在诠释这一些 那对于对方的父母 为什么没有一点感恩的心态呢 你可以不去 但你没有必要去这样说 好像对方的父母 对你施加了什么压力 对你有不尊重 没有啊 但是从你嘴巴里面表现出来的 都是对他父母的一种厌恶 当时的想法就是 那你为什么不可以说 你留在当地 但是不去做他父母给你的工作 你自己找份工作 不可以吗 这样就伤害你的自尊了吗 你可以不靠他父母啊 可以靠自己啊 本来就可以没有异地恋 为什么一定要去上海呢 当时的想法就是想出去床上吗 不 除了这个之外 你内心是有快感的 你虽然一句一句话说 我很嫌弃你 但你想想看 一个女生屁颠屁颠的 坐着十几个小时的火车 到门口等你 你还表现出一种 极不耐烦的样子 你是不是很爽啊 你看这个女人离开我 不行吧 我多有魅力啊 你看这个女人很烦 甚至可以跟自己的同事说 我都让她不要来了 她还要跟着我 潜台词就是你看我多有魅力 当自己没有能力在社会上闯荡 没有能力拿到出一份 自己满意的工作 或者是可观的工资的时候 也许一个女生能够跟着你跑 或者一对父母 能够因为自己的女儿喜欢你 或做出某种妥协 就成为了你能力的展现 你暗自窃喜 这一点很要不得 如果你要是真爱她 你就不会那么毅然决然地说 我绝对不会回去 而会去到她的身边 却不接受她父母的工作 好好地去陪伴着她 你没有 其实女生一开始对男生的好 其实也就那样 用的不过是家里的东西 用的不过是家里的钱 你哪里有多爱她呢 你习惯被捧着 而不愿意去捧着别人 你有想过她在工作繁忙的时候 她的精神压力吗 你没有 你在家里面 你当然可以衣食无忧 她一个人到上海闯荡 当然她的环境是举目无情 你有把别人捧在掌心吗 没有 这个实际上 没有谁是一天到晚 只知道心疼别人 而不被心疼的 没有人有那么傻 在缺小的两端的两个人 没有谁是不想走到中间的 而你们 都在一边说 你有本事你过来啊 你不喜欢我你过来啊 我就不过去 我看你过不过来 到底看谁 吃定了谁 这就是你们两之间 最残酷的一点 口口声声都说爱 谁都迈不重腿 我告诉你 等到哪天雀桥已经没有了 爱情的纽带已经没有了 谁也不在乎谁了 你们就会觉得当初的可笑 如果你们还爱彼此 拿出实际行动 要不你过去 要不他过来 就这样 我觉得年轻不应该成为一个自私的借口 如果你们都不能卸去自私的话 那你们还是好好地爱自己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年 小云 其实我非常清晰大学时候 你对我的好 但是 现在生活确实是变了 你也发现我也变了 但是其实我真的没有变 你所怀疑的都是假的 你知道吗 我只是对未来很恐惧有点 对未来没有规划 正如老师说的 我真的没有规划好 如果你还喜欢我的话 咱们两个可以重新开始 谢谢两位 请回 请回 来 请关门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五 四 三 二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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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найд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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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怎么做的速度 好了 头老师有句话说得特对 在这个时代 异地恋是个伪命题 你们自己先把这个伪命题破了吧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好可爱哦 把那戒指给叔叔 接下来的时间留给男生吧 我看你会不会好好的 跟姑娘说点什么浪漫的话 小云 我知道以前咱们两个关系都特别好 但是自从毕业之后 各自的生活都出现了一些问题 当然有问题咱们都改呀 咱们都解决问题对吧 路还长了呢你知道吗 你愿意陪我一起解决问题吗 简单的还是复杂的 所有问题 我愿意 开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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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打开一下我们的幸运转盘 来吧 停 哇 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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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获得了红豆商城的红运卡 除此之外你们还获得了由红豆集团 给配对成功的情侣赠送了价值520元的带有尾号1314和520的红豆电信卡 你爱他吗 你爱他吗 爱 还去上海看他吗 去 每周都应该去一回 知道吧 这倒不至于 这倒不至于 我看你抱他的时候挺至于的 那我觉得这男生应该做一件事情 男生应该对着镜头感谢一下对方的父母 人家帮你找了工作 你自己没去 你没有领情 你应该感谢一下别人 感谢小云的爸爸妈妈 对吧你真官方 我说感谢爸妈或者感谢叔叔阿姨 感谢爸妈 养了一个我喜欢的小云 这就是要把姑娘给拐走的意思 祝你们幸福请回吧 来加油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今天的第二对朋友吧 了解一下他们的情况 各位请看 我和我女朋友一地恋 我一直在上海 她在兰州 我以为我俩的感情会越来越好 但是 她现在居然要跟我分手 她妈从一开始就不同意我俩在一块 我现在就特别不明白 我对她那么好 可是她现在要跟我分手 不行 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一个男生说了 我绝对不同意分手 她的这个愿望今天能实现吗 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哥22岁来自甘肃市 是一名DJ女嘉宾小蕊22岁同样来自甘肃市传媒助理 来有请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先帮我明确件事吧 对面这个男生是你的前男友 现男友还是好朋友 前男友吧 对面这位女生是你的 我自认为是我的现女友 现女友 这就是冲突和矛盾所在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我俩是在13年5月份 在上海的一个party上认识的 因为那天我是主场DJ 然后我就下去到我朋友桌去喝酒 然后他就在 我随便寒暄了几句 然后彼此之间是老乡 然后这就留了微信 一回二熟的 他说他要找房子租 那我也要租 最后我俩就合租了一个小房子 你们俩合租了 对 你们俩是为了降低这个租房成本 住在一起 对 那会儿还不是男女朋友吧 不是 那个时候他刚来上海发展嘛 没什么钱 然后我也没什么钱 最后我俩就在上海市中心 找了个小房 我那时候是有对象的 谁有对象 我 我俩那时候就是算好朋友吧 然后我对象那时候 他是在北京 然后我在上海 也是异地 就整天也就吵架嘛 最后就吵吵也就分了 分了那段时间 我心里也就比较难受 他就总安慰我 那他追你太便利了 一定是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吧 我对他特别的好 他想吃什么 我去学 我不会做 我去学 他想吃什么给他做 爱吃什么给他做 我们是一星期发一次工资 然后发了工资 我就留个吃饭的钱和打车钱 剩下的钱都给他 胖哥 是他要求你给他这些钱 还是你自愿要钱 没有 全给他了 他居然现在要跟我分手 在一起生活时间久了 我才知道那些毛病嘛 要不然你说我妈 为什么反对我俩 你妈那不就是 看了我的照片 以貌取人吗 那时候是因为 我俩朋友的时候 就是我经常在朋友圈 发我俩的合照 我妈看了之后 她就觉得她 一点都不正经 然后我妈那时候 就我跟她是朋友的时候 我妈就不让我接触她 然后我妈就警告 给我好多次 之后就是 我俩还是在一起了 我妈发现之后 她就来上海这边找我 然后她给我打电话 她说是 她准备要来上海 她那会儿在机场 我说那行吧 我就跟她 一块去接一下我妈 意思就是 让我妈觉得 她人也挺好的 挺有礼貌的首先 表现一下 对 然后我就找她 找不着 晚上九点 打电话要打到十一点 然后没人接 你那会儿干嘛 那你不接电话 我那会儿在工作呀 那是晚上 我上班的点 你又不是不知道 然后一直找 你找不着 之后找找你了 我就看她在那台上 玩得可嗨了 跟别人 我那会儿 真气不得一出来 我那在工作 你知道吗 主持人 当时我在工作 她找到我 我正在台上打碟 她立马二话不说上来 把音乐立马关了 把机器也给我砸了 让所有的客人 还有老板 全场盯着我俩看 你不觉得丢人吗 那怪我吗 我这拍为我俩着想吗 你为我俩着想 是你为我俩着想 为我俩着想以后 你觉得我还能回去 工作吗 那你觉得你工作 比我重要的话 你现在 我不工作 你妈能再认可我吗 那然后呢 那然后就让我妈 在机场等 咱一个半小时呀 一个半小时怎么了 当时姑娘提前跟你说 没说 说人家的母亲 要来上海 没说 当天你不知道 有接机任务 对 所以你才去工作的 对 姑娘 你那脾气有点大 你也没提前跟人说 哪有现抓的呀 我妈她也没有提前告诉我 她也是突然一下 行 后来呢 后来之后就是在机场 就是我跟她 最后还接我妈了 我妈见到她 第一眼就很不喜欢 为什么 因为就是她穿着那些的 而且还让我妈 就我妈她觉得 她没时间观念 我妈就特别反对 当时就要带我回家 那你没给母亲解释一下吗 说妈妈你看 你临时打电话 我临时就低溜了 她在那夜场里 把那个东西都关了 工作也丢了 为了来接你 你没解释一下吗 对 我说了 但我妈一听她夜场工作的 立马就更不让她在一块了 之后我妈就是 就把我带回兰州那边了 后来之后我就跟她商量 我俩就是 瞒着我妈 我们就异地忙 我跟我妈这边说分了 但我俩还是在谈 立体的问题就出现了 啥问题 她上班时间 跟我上班时间 也是不一样的 她是白天睡觉 晚上上班 而我是白天上班 晚上睡觉 那怎么办 我就是联系 打电话时间也很少 每次一打电话 就开始吵架 有一次直接就是 吵完之后 半个月不联系我 那个时候 你也在气头上 我也在气头上 像你说的 一接电话就吵 我有必要接吗 然后就让我 最后联系你 我联系你 还联系不到 我从早上九点 开始给你打电话 打到晚上十一点 我白天在睡觉 而且手机是静音 晚上呢 要去上班 这个事过了 之后就不说什么了 那我表姐的时候 算什么 你可别提你表姐了 你表姐 是 她让我照顾她表姐 行 我就照顾 我就叫了我几个 好哥们 好朋友 大家一起坐 那拒绝 她坐那抖腿 你说抖腿像样吗 抖那个餐桌都在震 然后这我就不说什么 一直在忍 从头忍到尾 快结束了 把饭也吃完了 大家都乐呵呵的 然后就准备走了 这准备走 刚抬屁股 她姐一个屁 那放了就放了呗 是 放了 我无所谓 我可以忍 但是我那些哥们怎么办 我那些哥们 说哎 你那女朋友 表姐怎么怎么样 这我能抬得起头吗 哦 等于那个 她表姐去上海 对 去玩 对 你没跟她表姐 发生冲突吧 没有 那还行 你别说你没发生冲突 你对她掉了一天的脸 你这叫没发生冲突 这就已经不错了 我没有说她什么 你就不能忍忍 那你明明知道她来的目的是什么 我一直在忍 从头忍到尾 那是叫忍吗 然后让我表姐回去跟我妈告状 我妈是干脆就觉得你这人越来越惨 你表姐也真够呛 吃人家喝人家还告状 你爸妈已经听你表姐那么说我了 我现在这么改变 你爸妈根本看不到也不想看 你们俩想好了解决的方案了吗 商量过吗 你们俩 商量过 商量过啊 还一口同声 什么结果啊 我不去 跟她回老家 她爸妈现在根本就不认可我 回老家 挣那两三天工资够干啥 够咱俩以后干啥 然后呢 我就想着是 在上海 发展机会也挺多 而且老板先生这么赏识我 把所有的活都派给我 让我一个人去干 挣的钱更多 这样你爸妈才能认可我 对不对 我跟你回去 一点发展前途都没有 所以你们俩不能为了我 来上海跟我在一块呢 我现在能过去跟你在一块吗 你也知道我爸妈对你 就一开始就不喜欢 你也没有坐着让他们去喜欢 我要你回去 就是让我爸妈 可以多了解你一点 你也可以就是换一个 稍微那个啥点 这压根就不是你爸妈的问题 你压根不就是那天晚上 其实那天晚上 那段时间我朋友失恋 人家事业跟你到底有啥关系 你那么积极主动地办单身派对 我就看的就是你想办 我现在跟你说 你现在就单身了 你别再说后面的话 我后面的话怎么不说 你不就是因为这件事 不要跟我翻译吗 别人请客 那谁请的客呀 我呀 那你说什么别人 那喝多了呀 我真的 我真的理解不了 这是原本是别人请客的 结果你抢了买单了 对 好 接着说这件事 我倒有兴趣了 来 然后我们就喝多了 喝了大概凌晨五六点钟 酒吧又打烊了 然后我们想着说去找一个小酒店 然后我们继续喝 那当时可有七八个来人 然后我们就继续喝 喝大家早上八九点钟 都困了 也喝多了 大家就睡了 他给我打电话嘛 我没有接到 是一个女孩接到的 当时我们都家都在一人屋 不是去哪睡了 酒店呢 因为在酒店喝酒嘛 喝完酒之后都睡了嘛 然后现在十个人 十个人都拿着iPhone手机 iPhone手机铃声都一样 人家那小公长就以为 他的手机在响 他就秘秘灯灯灯就给接了 不是 你们睡在酒店哪了 床上 地上都有 茶坊上都有 就十个人睡了一间房是吗 对 那是个套房 那你还说你没玩过 你知道你有对象 你酒吧玩完我就可以理解 你就再回啊 还玩不够 但是大家都玩挺开心的 不可能扫大家心 这有多开心 就一个单身party 你也单身了 特别开心是吧 我是帮他们组的这个局势单身 那里面又好几个不是单身的呀 就大家闹着玩叫了这一名 怎么可能呢 然后呢 然后他就紧要我这事不放嘛 就各种不相信 非要说那天晚上 我跟那女童发生了点啥 我看你是没发生点啥 后悔了 我怎么可能后悔 姑娘你实际心里还有她是吧 爸妈是个借口 主要还是你心里不踏实是吧 对 真的是很不踏实 你还是希望她能跟你回老家 对 小伙子就觉得回老家 经济上差点意思 未来怎么办是吧 对 因为没有未来的话 她父母就根本不可能认可我 你父母是觉得她没钱 还是觉得不靠谱啊姑娘 不靠谱 那你觉得她靠谱吗 我原来是觉得她确实挺靠谱的 但异地之后我觉得她真的 反正让我反对她反正是没有信心 你没信心了 对 我真没信心了 各位老师怎么办一起进入秋笔特问卷 我问一下男孩 你喜欢这女孩什么呀 因为她刚开始来上海的时候 她有那股子劲儿 就是上进心 而且特别善良 那个时候因为日久生情嘛 我俩在同一个屋檐下 住了那么长时间 所以就喜欢上她了 咱们现在呢 还有上进心 还善良吗 善良呀 也有上进心呀 有啊 都没变 她怎么就 就现在出这么多矛盾 你就不能回甘肃吗 距离是个问题 但它绝对不是导致你们 今天站在这儿的主要问题 太过于的自我 即使在一起 你心里还只能想到自己 而真正能够让两个人在一起 并且走得很长的是 心中要有对方 为对方去招想 并不一定说你回到甘肃 就是为他招想了 而真正用的行动 即使在异地 多沟通 多体贴 做出让对方放心的事情 做出让自己 有原则的事情 才真正是为对方着想 而女孩呢 你明明知道 有些事情是父母 片面地对她的认知 但是关键的节点在于你 你都没有信心 你的父母哪来的信心 你都不去制造 他们在一起沟通的一个场合 拿什么去说服他们 两个自私的人 遇到了异地恋的问题 但结果一定是谈崩的 所以解决自私很简单 就是真真正正的爱对方 你付出的越多 你换回的越多 在恋爱当中 付出既得到 有很多人会到我的微博来问我说 异地恋到底能不能撑得下去 我也在问我自己说 我自己有没有本事谈一场异地恋 我想要告诉大家 我的答案是 如果你们两个仅只是喜欢对方 绝对抵不过异地恋的各种 冷风 冷雨 还有呢 间谍 重重的阻碍 如果你们爱对方 才有可能突破 千山万水的难关 我觉得如果你们愿意 想一想对方的心情 你们刚刚的对话 会完全不一样的 你们刚刚的对话 两个人讲出来的话 都让我觉得超让人伤心的 你一定觉得 现在是你不想分手 你还很爱他 想要挽回这一段感情 可是我想问你 当你站在这儿 批判他的家人 说他的父母 不就是外貌协会吗 不就是因为我没钱吗 说他的表姐 就是我最讨厌的那种女人 你有没有想过 当你公开地 数落对方的家人的时候 你所号称还是县女友 这个女孩 她心里会作何感想 我也想问一下女生 你说如果她愿意 跟你回去老家 还有可能开始对吧 你说你去找她接你妈 是希望你妈对她印象好 因为你妈就不喜欢她 你妈就觉得她不靠谱 我只想问你 你有想过 当你一而再再而三的 保定这个男人的时候 她心里作何感想吗 女人最常犯的一件错事就是 我们会把很多心里面的委屈 变成一种反话 你很想念她 你就说 这么晚回来 你不死在外面啊 你希望她告诉大家 她不是单身 但是你说出来的话是 怎么样 所以单身派对 只有你不是单身 你觉得很后悔是吧 你希望她陪你去接你妈 是一番好意 结果你去把她的 这个打碟的机器给砸了 你傻不傻你 对方会感觉到你爱她 才怪吧 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 请把她的感受 优先考虑 所以你们只要问问自己 还爱吗 还是只是希望对方爱我 谈到异地恋 大家可能第一个概念 就是觉得两边是不自由的 但是爱情本身就是不自由的 爱情是两个人 自愿放弃自由走到一起 当我们的事 现在有很多人不懂这一点 左手要自由 右手要爱情 眼睛里还要定着对方说 我不给你自由 我们称之为自私的自由 当你坠入爱情了之后 你有责任对 对方的家庭 不是说有责任 至少对他们要和颜月色 基本的礼貌 你的恋爱的对象的父母 你要尊重 你要争取他们的同意 争取他们的认同 爱情本来就是不自由的 哪有那么轻轻松松说 我想谈爱情 谈得很爽 另外一方面 我什么都不愿意付出 爱情有的时候 恰恰是因为不自由 才觉得难能可贵 我也有打蝶的朋友 人家打完蝶以后 马上下了班就回家 人家该干嘛干嘛 该学习学习 没有说哪个打蝶的一天到晚 打完蝶之后 就要几个人喝得醉生梦死 不要以这种工作为借口 每个圈子里面 都有每个圈子里的人 对于这份工作的理解 爱情本来就没有自由 如果你要谈恋爱 如果你要进入婚姻 对不起 你要告诉自己 我是名花有主 或者是名草有主 不再完全 由我所谓单身的自由了 因为这里面其中 有一种东西叫责任 如果你想到这一点 那么你即便爱得很辛苦 在辛苦的同时 我会觉得你很甜蜜 如果没有这种所谓的 真正懂得自由的人 真正想要飞得更高的人 才知道自己真正自身的重量 有多少 只有那些一天到晚 一想天开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人 才根本就不懂 什么叫做自由 所以说 如果女生跟男生 今天不恋爱 充分给你自由 你天天就喝死拉倒 我相信你突然觉得 那种自由 不是自由 没人关怀 没人喊你回家吃饭 没人电话骚扰你 没有人短信挂念你 你会觉得这种自由 一点意义都没有 所以说不要给自己 太多的自由 如果你想要绝对的自由 请你不要谈恋爱 就这样 在这段情感当中 客观地说 我真的不看好 但是我的不看好 不来自于 它是异地还是什么 而是我对你们两个人 爱的方式 不太看好 因为都不懂得 心疼和宽容对方 剩下的时间 留给你们自己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如果说这一次的话 我要是换份工作 你爸妈还是 能接受我了 觉得我靠谱了 我就跟你一起回去 我现在是觉得 没遇到这么多事吧 我现在反正心里 也挺乱的 反正我就想 自己静一静 考虑一下吧 没话了 没话 这状态你想两个词 同一个状态 一个叫 话不投机半句多 另一句话叫 此处无声胜有声 男生提了一个 特别有意思的 一个话题 有此也看出来 老师们说 你们俩还都是 真有点小自私 两位回去 好好考虑一下 真诚地面对自己 好吗 谢谢两位 请回 来 请关门 看看 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五 四 三 二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希望你们在未来的情感道路上 付出你们真正该付出的东西 找到属于你们两个人 各自的幸福 接下来的时间 一起进入到老图有话说 天天圈的用户提问说 说我们结婚六七年了 有一个六岁的儿子 我们现在的状态是 我工作 他在家待着 这个他用的是 单立人旁的那个男他 就是丈夫 之前他也做过一些投资 但是都半途而废了 叫他找工作做 工资低的看不上 还是想叫我给他拿钱做投资 我该 当一个男人可以放下面子 去挣钱的时候 说明他已经懂事了 当一个男人可以挣钱 挣回面子的时候 说明他已经成功了 但如果一个男人 结婚六七年 孩子六七岁 还这个不愿干 那个不愿干 他这一辈子也就这样了 如果这个时候 你还拿钱去投资他 你就把他最后给坑了 红豆七夕节 情动中国 在这里要感谢红豆集团 对于本场节目的大力支持 再一次的谢谢 现场和电视机前的 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 天津卫视